還有一間小籠包 而且它上面寫台灣大排檔 直接這樣子很像一個暖爐放在中間啊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我們後面這個不是海馬賴人嗎 啊這裡太棒了 走到紅圓越來越多這種動漫的東西啊 OK 我是馬之一 那馬之一現在來到神戶山宮 大家已經很久沒有來日本這邊玩了 也很久沒看到神戶 所以馬之一現在想說帶大家 到神戶山宮附近的商店街 走走逛逛 看看其他街道有什麼樣的變化吧 那我現在在東門街 這邊比較靠近神戶山宮JR後面一個地方 白天的話這邊人會比較少一點 它這邊基本上都是晚上喝酒啊 或者是一些餐廳會比較多 找到一半突然發現一個電影場景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後面有一個Club 那個叫做月事街啊 就在神戶這裡 大家有沒有看過成龍跟吳彥竹 演的一部電影叫做星蘇世界啊 那裡面有一個我們台灣的演員 叫做高杰 他在裡面演一個泰南幫的老大 他的場子呢就是後面有這個月事街 這個就是當你當我拍電影的地方 這條東門街有很多這種Club啊 還有晚上喝酒的一些酒廊launch 所以他兩旁的餐廳都是比較鐵板燒啊 不然就是神戶扭台這樣子 那是一個比較大人的街區喔 這裡還有一間餐廳叫做楊貴妃 好像是賣中華料理的 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所以這一兩年好像這種喝酒的店啊 他們生意的影響也是蠻大的 很多公司就減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應酬啊 所以他們的客人呢就慢慢的有一些流失了 我現在到板吉城戶山公站 旁邊這裡有一個商店街稍微走一下 今天的風很大啊然後溫度又蠻低的 神戶吃的東西很多喔 最主要它是分兩種 一種就是神戶牛嘛 牛排啊 鐵板燒 第二種就是中華料理 因為我們都知道神戶這邊有非常多的華僑 所以隨處在街上呢 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國人開的餐廳啊 或是一些台灣料理也有 小籠包啊 燒麥 然後其他還有像一些餃子啊 都吃得到啊 這牛肉天津飯是什麼 看起來湯黑黑的 不知道味道是怎麼樣 還有一間小籠包啊 而且它上面寫台灣大排檔 是什麼意思 你們賣台灣料理嗎 這一間我好像在新災橋的地下間吃過 那那一間好像到各地都有分店 不只在神戶這裡 大家看一下它那個戶外的座位 直接這樣子很像一個暖爐放在中間 下面有暖氣不斷的吹出來 這一條在阪急神戶山宮下面 一個小小的美食街 原本以為這邊居酒屋比較多一點 但是看的話 中國料理啊 還有一些日本料理 其實也是蠻多的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 看起來有點復古古老的感覺 剛剛就看一個樓梯 然後就走上來了 還有一間可以學英文的 看它好像是進去啊 可以練習繪畫 價格的話是60分鐘500塊 我現在已經到了神戶山宮 中興商店街啊 後面那邊進去就是 那這條商店街還蠻長的 左右兩邊都有賣非常多的東西 我就帶大家稍微進去逛下 它這個商店街的天文花板還蠻特別的 就上面是藍色跟白色 還蠻漂亮的 很有這種神戶海洋的風格 而且它好像有二樓是不是 商店街裡面還有像這種椅子啊 可以提供別人稍微在這邊休息一下 商店街非常大 而且東西南北這個巷子都有通道 像我走到這個中興點的話 它左右兩邊還是有商店街 真不知道要往那邊逛比較好一點 再稍微往前面那邊走走看 這條商店街我看裡面賣服飾 配件的比較多一點 那吃飯啊 還有其他藥妝之類的東西 這邊也是有 伴手禮可能就比較少一點 大家來到神戶這裡 都會買一些什麼東西回去 我覺得這裡伴手禮可能比較不好買 其他都是一些衣服會比較多一點 就是買一些自己的戰利品 藥局的話可以到別的地方買 我覺得也是OK 這裡幾乎都是賣女生的東西比較多啊 大家看我後面 那邊全部都是賣女生的衣服啊 不然就是賣女生的配飾啊 前面那邊也有一間馬路易商場 這一間在新災場那邊也有 裡面的裝潢都是完全一模一樣啊 剛不是說它二樓旁邊好像是藏庫 但它旁邊還有非常多的店啊 就在那裡 要從一個樓梯這樣子爬上來 前面這裡還可以走過去 而且前面還有設置一些椅子 有賣一些動漫的商品 叫做郡和屋 這間應該是連鎖的嘛 就好多幾號店幾號店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這邊有賣PS5 但價格 居然是10萬塊日幣 10萬塊日幣等於台幣2萬5左右 跟原本售價應該完完全全翻了一倍啊 但是問題是這是中古的啊 這不是新的啊 三樓還有耶 我發現這個廣場根本是動漫一條街嘛 還蠻多的啊 像那邊有一間也是 這裡也是 大家看一下我後面這個不是海馬賴人嗎 這裡有一間遊戲網卡片的店 裡面還有人在比賽 很多人在玩卡牌對戰啊 那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啊 所以進去都要先消毒一下 這個還有遊戲網卡自動販賣機耶 那你只要投錢進去呢 你就可以選擇買這個卡包的樣子 這邊有天空龍耶 還有巨神兵 動漫的店啊 卡牌的店 真的走一走 真的不自覺會被吸引進去 還有一些日本過去的一些軍用坦克啊 戰鬥機的模型 這個軍事迷的話 應該會收藏蠻多的 那模型做的都蠻精細的 很多人都夾娃娃娃的店啊 左右兩旁都是啊 啊這裡太棒了啊 走到空間越來越多這種動漫的東西了 這是什麼卡牌 快點讚 快點 快點 蒸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商店街的構造是怎麼樣 他就是一樓這邊賣很多女性衣服啊 還有一些配件 那二樓根本就是男人的天堂 那邊很多動漫啊 還有一些遊戲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男生還是來這邊逛街的話 盡量時間都花在二樓那邊會比較好 逛一下神戶山宮的橋下商店街 這邊的店有些都還有繼續開 因為之前有去園丁那裡 他那邊也有一個高架橋下商店街 那邊就已經完全沒落了 這邊比較多個性小店 而且賣男裝的比較多一點 這裡寫山宮市場地下飲食街 看起來蠻復古的喔 坐這個電梯直接下去了 蠻特別 不才一樓嗎 怎麼坐一個電梯坐了快一分鐘 啊這裡有點像那種凋零沒落的美食街 舊舊的 可能昭和時代就殘留到現在了 不過應該也是有蠻好吃的美食隱藏在這裡喔 有一間天兵飯店 可是他的這個食物的模型 怎麼好像上面一堆灰塵啊 是有沒有在營業 他是已經收了 這裡根本就昭和遺產了 上一個世代留下來的餐廳很多 不過都蠻有個性的喔 我想進去稍微看一下 我後面那個就是JR三宮站 那我發現那個車站旁邊很特別 有一個賣滷肉飯的店 大家看這間賣滷肉飯的店 怎麼會有一個中華民國的國際 是不是台灣人開的 他還有泥粉 肉羹 不過因為我剛下午有吃一點東西了 下次再去吃吃看 有賣一個包子店喔 好多人在排隊喔 可能最近好像也是蠻有名的 叫三宮一罐樓 他賣的是叉燒包 還有豬肉包 我剛已經買一個喔 我已經吃了 喔他真的很好吃 他的好吃是怎麼樣呢 就是他那個餡料啊 是甜的 咬下去是油油甜甜的 相當的順口 下次如果大家經過這裡 一定真的要買一個這個肉包吃一下 其實園丁跟神戶三宮 這邊都可以一起逛 如果你時間夠的話 你也可以再往前面走 那邊是舊居留地 就比較有點歷史的東西 那再往更後面那邊走的話 就可以到神戶的港口那個地方 那邊有個神戶塔 非常的漂亮 OK 那今天神戶商店街 都到這邊結束了喔 那這裡真的是一個非常好逛街 而且最近聖誕節也快到了 很有那個氣氛 但如果真的要說 大家來到日本要過聖誕節的話 我想應該還是在環球影城 或者是東京迪士尼樂園嘛 之前馬之一好像有一次 在東京迪士尼樂園那邊 有過過一次喔 真的還蠻精彩的 就是會有特別的煙火滑 然後大家在那邊的氣氛都非常的好 那不知道大家來到日本之前 在這邊過聖誕節 有什麼特別的經歷 或是難忘的回憶呢 也歡迎你留言分享 告訴我們之一喔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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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